其实一直以来 BMW 都是通过引进 Plug-in Hybrid 的车款 CKD 来降低这些车款的售价提升竞争力 从以前的 330E 到 530E 740 LE 到上一代的 X5 都在本地有着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 尤其是 X5 在去年 交车更是交了3000辆 所以 BMW 打铁趁热引进了新的 X5 X-Drive 45E 这个车型跟之前的 BMW X5 E 有什么差别 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这台车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啊这个车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BMW 越来越大的这个水箱护罩 其实很多人讲这个水箱护罩越来越大不好看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啦 然后再来这个是它的 LED 头灯组 BMW 并没有在本地引进这个雷射头灯组 我相信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雷射头灯组的成本太贵 然后如果真的你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雷射头灯组的这个更换费用会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 LED 其实对我们来讲够用的啦 因为这个 X-Drive 45E 啊 它是一个 Plug-in Hybrid 的车型 所以它这边自然有一个充电口啦 然后这个充电口平常你晚上回到家的时候你让它充电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车是在 上锁的状态啊 这个其实是拔不出来的 你不用担心被人家投掉 其实还蛮紧的真的是拉不出来 另外一点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 BMW X5e 的轮胎 它这个 离这里的间隙啊其实是非常的矮 可能会磨到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它是有这个 Air Suspension 它可以调整它的高度而且有这个 Air Suspension 啊 你的车 这个乘客的这个舒适度也会更好 所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功能啦 至于在这个车尾呢 其实它还是延续了上一代 X5 的设计啦 也就是两段式 只是它有这一个 电动尾门的开启 包括下面这一个也是电动的尾门 而且它这里有这个防刮材质啦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就是你放重物 你推进去的时候会刮花你的车 因为它刮花的也是这一个 而且啊这一个它的这个坚固性其实蛮高的 你看我这样摇它 它其实是不会坏的 这是很坚固耐用 再按一个按键它就关回去了 而且内部的空间也非常大 你要印在这个大体积的物品啊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上一代的 BMW X5 E 采用的是 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这个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系统 可是在这个新的 X5 45E 上面呢 它改成了这个 3.0 的直列六缸涡轮增压引擎 我们终于看到直列六缸出现在马来西亚啦 它在结合了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之后呢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394 HP 峰值扭力更是 600 Nm 变速箱自然的还是那个 8 速的自排变速箱啦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5.6 秒 以这样体积的车来说呢 其实加速是非常怪的 重点是它的车重是 2300 公斤哦 2300 公斤 0-100 5.6 秒 要去哪里找这样的车呢 作为旗舰车款啊 这个 BMW X5 X-Drive 45 EZ 它的第二排座椅其实真的是 座椅车感觉非常的爽 这边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后座的乘客不需要怕热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screen 可以调整高度 你可以通过这个 iDrive 7.0 系统来 播放一些娱乐啦 像是看戏啊听歌 都可以通过这边 而且这个还是 touchscreen哦 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控制 你要看什么都可以 而且呢这个冷气系统啊 它其实算应该是三区的 它后面还有一个独立的一区 你要控制音量啊 你要控制温度啊 全部都可以在这里做 它下面还有一个CD唱机 所以前面跟后面的这个娱乐完全是分开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边有一个 超大的这个全景天窗 所以呢你在打开了之后 你的这个车内乘客 你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压迫感 你可以看这个Rack Room 坐长途你要在里面睡觉哦 完全是享受 其实对我来讲这个BMW车款的后座其实是附加的 它主要的还是这一个 司机驾驶座的这个坐姿 这个感觉 BMW就算是这个XUV都好 它整体的这个 驾驶感觉啊然后这个坐姿的这个感受 其实都是非常的棒的 因为这个是新一代的车款啊 所以它支援了这个最新的iDrive 7.0 系统 然后它支援这个语音控制系统 你只需要讲Hi BMW 它就会有相对的动作 它会问你你要干什么 你可以叫它播放歌啊或者是开启这个GPS导航都行 我来试下 Hi BMW Hi BMW Good morning What can I help you with Play song please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desired track Cancer Cheers 其实它这个灵敏度很高啊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然后啊我更喜欢的是这个仪表 这个仪表是新的数位化仪表设计 它可以显示的这个资讯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像是这个地图显示啊这个车辆的资讯等等 最后呢要讲的就是这个新的BMW 电子排档杆 这排档杆的手感真的是很好 我个人觉得 比起以前三系列那种鸡腿式的设计啊 我更喜欢这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 简短新车介绍 其实在这个车款啊 BMW 是叫它 SAV 也就是 Sport Activity Vehicle 也不是我们平常叫的SUV 虽然实际上它们没有什么差别啦 但是呢这个SAV已经成为了BMW它的产品阵容中最好卖的车款 已经差不多它的销量已经占据了一半以上 所以呢未来BMW应该会更注重在这个SAV车款阵营上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BMW引进了这个Axtride 45E 是为了扩展这个车的市占率 而且他们也告诉我这个价钱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价钱 如果我们之后拿到价钱之后 会打在荧幕的这边让大家知道它的价钱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在影片结束之前我再试一下拔一下这个 真的是拔不出 OK啦拜拜 稍梦 稍微托试它 nossosので 周得下订阅 faith gast 周得 调